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仁义拜是拜不到神明的 告诉大家 神只可以格思而不可以堕思 什么是堕 堕就是逻辑思维 前思后想 左思右想 使用八识去拜神 真正的拜神 一定要学会反观那一事 使用第九的真心和神明 感应道交 这个感应道交很重要 为什么 波道不一样 你用仁义你是在八波道 神明在幽波道 所以是你只有用真心真意 真诚的启动自己内在的那个光 那个心意 才能和神明相交道 仁义是拜不到神明的 所以大家看即便是一个跳筒的 即便是一个浮急的 浮难的 那个他要请神明上身 他要做一件什么事 他必须晕死过一次 然后他才能够被神明所利用 什么原因 因为他晕死过一次 就是我退位了 空退了自己的人意 然后使神明的意志 神明的灵体的意志 控制了他的思维 控制了他的意识 然后通过的人体 才可以展现神通 才好用 才说着都准 否则仁义清醒着 那个状态下他不行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也要什么 虽然说我们拜正神 不需要你晕一次 但是你要空退一次 空退一次 所以一定要什么 反观内视 然后把自己空退 但是整个反观内视的这个程序呢 又很多很复杂 说是古人 把他进行了仪轨化 仪轨化 这个仪轨化 今天 这个很多的这个道场的师傅 都把他变成演戏 变成演戏 不知道这个仪轨化的真实目的 原来是 打开自己的心门 感应道交 空退自己的人意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 一定要通过什么 合理合法的仪轨 才可以真正的和神相连同 特别是正神 天地间正神相沟通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在上香的时候 通过上香 那么有两种上香法 一种是真实的上香 那么一种是什么 一种就是心香 心香法 所以是这个 真实的这个上香法呢 一定要打开 这个宝月轮 这一团光 这一团光 这一团光是人人本聚的 不是说你修炼才有 不修炼没有 只是说修炼者可以观到更清晰 因为你懂得怎么去和他相应 如果是你没有这团光 你就死了 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人 是不是他的生命不久要死亡 看这个地方 叫这个明堂神器 神器 实际上是看的那团光 就是这个叫瓜树地落 你知道一个瓜 在一个瓜面上面 有一个笛和那个曼子相连接 那这个笛 身根故笛 故笛 这个笛 就是我们和法界连通 我们这个瓜 你这个身体像个葫芦 你看道教不是一个葫芦 一个枪 两个枪 三个枪 一个葫芦 人体像个葫芦 这个葫芦 我们有生命 是跟着 连接了法界 整个的我们人体外面 是个静明法界 所以连接静明法界 这个母体的笛 那个 瓜 连通的那个笛 瓜笛 笛漫的那个笛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光了 你这个瓜就从法界脱落 就死了 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修炼才有 不是 它本身就存在 本身就存在 所以是那么 古人发明了 知道了这个窍诀以后 因为只有通过这个笛 你才可以跟法界沟通 你用仁义 是怎么可以去跟他沟通呢 是不可以的 人的主观 所以是 那么必须通过这个笛进去法界 所以是怎么样才能连通呢 所以是 古人发明了这个香 这个香的目的是什么 三柱香 今天大家是胡搞 说为了这个环保 上一支香 这就是这些人就把这些什么 这个法界十项给丢失了 佛家 道家 很多都在这么乱讲 那你为了环保 干脆不上香不就得了 真有不上香的 反对上香 这个也有 这就完全就把众生跟神明 正神明连通的 这个方法完全就丢失了 三柱香 它 一柱香是连接天 一柱香连接地 中央这一柱香 因为天地的双螺旋 大家知道DNA吗 DNA两个碱基链旋转 然后中间才会生成光 在碱基连接中才会生成光 才能通过光路连通整个法界 我们人体通过这个瓜笛 跟法界连接 所以是 那么连接之后 这个香通过这个地方连接之后 就连接了我们体内的信息 光 这个上香之前 要用额前的这个光团 把整个香到香头着火了以后 到香头 这么给照一下 照一下再把这一堂光拉回来 通过这儿进去 进去以后 经过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天地人三才连接 这个手中的香 因为加了你的信息 连接了天地人三才的这个信息 所以是 一个是代表天 一个是代表地 螺旋中间那柱香放光 我是一金针 连接天地心 明白了吗 这个时候 啪 法界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了 你有什么 这个香上已经有你的信息了 所以你祷告的信息 叫 心香一半 上九天 神明就收到你的愿望了 明白了吗 你们是随便点个香 啪 啪 然后就完事了 所以你怎么求得来 你告诉我 你完全 你发现没收到你啊 你骂人家不好使 然后这个也不帮你 那个也不帮你 你根本就没连通呢 所以是 这样连通了以后 连通了天地人 啪 你的顶门打开了 这个香 啪 连通上去了 因为跟你的权戏 你这啪打开了 他啪打开了 要打开天门 打开会音 连通天地 一线光 顺着光路 啪 法界知道了 张博生在求东西了 这个传乡童子 这个香云盖菩萨 莫赫萨 开始把你的心意往上传 你找观音啊 你还是找 要是佛 你还是找哪尊佛 你还是找天界哪个神呢 你还是找土地神呢 这才能够连通 你们怎么能拜得到 今天用一致香 一致香 也不运 就这么插上去 这没打开啊 天地间那个开关 没打开啊 人间 它是透明的 人的这个空间 我们生活的空间 是这种 一个被透明体 遮盖在里面的 你要真正打开 这个透明体连通法界 你要用光才能穿透啊 用其光复归其名才能穿透啊 所以不是你那个上了多少香 有的人使劲上香 以为就好事 三支香 是为了打开光露 你自己内神和外神相感应的 所以规规矩矩的点完三支香 运在额头前 你看现在的法师 拜完了以后 有没有这样 点一下这儿 有没有 有 他们现在都是这样的 那些主持僧 你看他们做完了 都来点一下这儿 实际上 点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就还不是光啪 这儿打开 跟法界连接 但是他们都是什么 做演戏了 弄完了就完事了 没有加心意 咔 啪 光一冲 啪 把这打开一下 对不对 黏香也是这样 一定要 点上香以后 左手黏香 右手扶着左手 在这儿 啪 光到香火头 啪 回来 啪 颅脑腔亮一下 啪 胸腔亮一下 啪 下腹腔亮一下 然后把三支香一拿 在手上 拜天地人 天地人 万神朝礼 然后分香 中间一支 代表中道 不偏不业 求中道 然后这个 另一支手 这个插住了 这个插住 另一支手 左手 放右边 这代表师父的左手 这是尊贵 代表天 这代表你 天地人 代表众生界 再插一支 这面 再这面插一支 所以三支 间隔距离 要有一个指节 指节这么大的距离 而不是像你们这样 一插 这就完事了 你要间隔了 他这个天地的光 才能够循环 啪 上去了 上去这个时候 你跪下来 然后求 这上面就有 这上面就有 心香 三柱心香 打九天 发界知道了 知道了 是多么方便的方法 多么方便的方法 不需要在那炼止观 炼meditation 晃起呼吸 再起来 闭着眼睛 晃起呼吸 上香 不需要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用这种真香 最好是这种立香 效果最好 盘香有时候还难以上达信息 所以传统是用这种香的 后来是为了什么方便 大家诵经打坐 弄一个盘香 清洁空气 真正合理的是这个 另外要重视这个上香 求神明 重视这个香的时间 重视这个香的时间 我上次给一个人去开佛堂 然后这个开光 佛堂开光 人家拿出的香 三分之一高 这就是供的香 然后呢 这个我是把事事事事 都弄完了以后 忘了一坐 我喝一杯茶还没喝完 它的香已经烧完了 香的质量太差 你们主要现在片子太多 都不怕下地狱 就是短筋短尺短两 香一会儿我还没喝完茶 这个香就没了 我这个一想喝茶 那边来生意来说 嗯 没香了 我这一看 哎 真的没香了 我想怎么还不烧个半个小锅 十还是二十五分钟 连五分钟都没烧到 就没香了 那你净的什么香啊 你那边正传达着 要通过这个跟你沟通的 结果这灭了 那不是 又关了门了 又短了线了 光路不见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上这种香 为什么后来我到处跑着给你们去找香 一个半个时辰 一个小时 一定会超过 你们不信试一下 另外这个香里面 我们找的这个是你们的师兄弟同修他做的香 里面加了一百多种种草药 这点起来整个屋子都是香的 然后肺不会咳嗽 他反倒轻你的肺 诸佛菩萨也需要这种药香 然后我们用这种药香 家人都沾光 他不信佛 他也在沾光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那么这个外面买的香 有没有能烧一个小时 有 但是大部分是香精做的 它是用化石粉 这个烧了它不烫手 植物的 那个是用化石粉 化石粉做了以后 它会烫你的手 那么它喷的是香精 香精 香精是化学香精 等于是化学药片 人闻着好像有点玫瑰香 有点什么痰木香 实际上那就是化学毒药 所以你上了香 他们先跑了 把诸佛菩萨给熏跑了 或者把那个传香的童子给熏跑了 对不对 那你这哪能好用啊 所以今天人 因为不真正的信贵神 不敬神明 所以搞出很多事情 你们不可以用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香 你贵是贵的点 但是真有求必应啊 你用那个劣质的东西 你没办法硬 为什么他们都不受那个香 就跑掉了 不给你传毒药 化学药品啊 所以他们一瓶香精 可以制一吨香出来 你开什么玩笑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要注意 有求必应 你要用对东西 用对方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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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